嗨,你好,我是瑞希 以前我常常在想 我已经够主动了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 我有多喜欢你呢 后来我才明白 你不是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你只是没有办法 给我我想要的回应 单方面地爱着一个人 是一件盛大又卑微的事情 我小心翼翼地 把握着联系你的频率 以及和你聊天的分寸 我仔细地记着你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我从你细微的反应里 寻找足以支撑着我爱下去的希望 我满怀期待地靠近你 却又在时刻告诫自己 随时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但我从来没有告诉你的事 我这样爱着你 其实真的很辛苦 虽然 也很幸福 因为没有一个合理的身份 所以我难过的时候 没有资格在你那里找安慰 想你的时候 我也要小心地措辞表达 因为我怕我太寒视了 你不能领会 又害怕我太直接了 你会拒绝 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次 我硬生生地把我想你 说上了没什么 把再聊一会儿吧 说成了 晚安 或许很久之后 在提起你的时候 我已经学会了一小日过 甚至可以调侃 从前的主动和勇敢 只是一种不够成熟 懂事的表现 但很难否认的是 在确定了你真的不会爱我的那一刻 我很难过 因为那意味着 我小心捧在手心的这份感情 落空了 于是再多的不甘心 也无济于事 再多的不舍得 也没有价值 也没有价值 一份感情 本来就需要两个人 共同经营才算完整 而我们之间 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爱而不得 可能以后 我很难再去尝试 感动一个不爱我的人了 也可能下一次 遇到喜欢的人 我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去爱 我记得很久之前 看《匆匆》那年的时候 里面有句台词说 人越长大 又会明白 世界上有一种最好的东西 叫得不到 在我心里 你还是很好 一直很好 这个世界上 结局不完美的故事有很多 所以即使你不爱我 我也会慢慢接受 然后放下 放心吧 我会学着 即使止损 也一定会找到 和我真心相爱的人 我是真的爱过你 很认真 很认真地爱过 我是真的 很想和你在一起 可是没关系 我会把你 永远永远地 放在心里 你不是什么 我非认真 在你 你还是很认真 你还别人